有些地方你還是少去為妙 為什麼 因為那些地方去了以後 常常會有一些超自然的東西 如果你問過去的嘉義人 你問他說 嘉義最陰森的大樓建築物 他會說是民雄一棟老屋 但你現在去問嘉義人 他會說是一棟 20層樓的電梯大樓 不是本來的民雄一棟樓 因為立剛 20層樓這棟電梯大樓 曾經發生過命案 機車行老闆 被人家用18刀活活刺死 然後很詭異的是 刺他的兇手 後來在監獄當中 因為暴動的時候舉槍輕聲 這是民民中的註定 然後那個機車行老闆 後來妻女搬走 搬走之後那棟大樓 卻又在命案發生之後 陸續發生了五次命案 雖然這五次的命案 有四次都是意外 有一次是輕聲 而且輕聲也很詭異 因為被發現遺體的時候 竟然是一年多後 曾物乃伊甘思 所以這裡頭 就覺得這棟大樓的磁場 還有好像都帶有很多的怨念 結果現在又有學生出來講 他說不止 我去住的時候也怪怪 說他跟他同學去租了一層 在五樓 很便宜 所以就租了 結果沒想到租進去之後 他陸續發現 比方說廚房竟然有用透明油漆 畫了兩個大幅 這是幹嘛 為什麼畫幅 然後房間裡頭 會流出紅色液體 還有血腥味 然後走出自己家大門 結果電梯門就自己開 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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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半夜聽到女孩子的哭聲 然後欄杆會有指甲的聲音 這樣刮來刮去 天花板廁所屋頂會掀開 然後水龍頭水會自己流下來 加上講一講他就決定要搬 決定要搬他就跟 要搬的時候他還跟民俗老師說 你陪我去搬不然我會怕 結果沒想到走到那個 二十層樓大樓的一樓的時候 民俗老師說 你是不是住五樓 老師我還沒跟你講 我住幾樓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看到五樓陽台外 飄著一個女的半偏流慧容 騷傷抱著嬰兒 快快搬速速搬 這學生講的 但是嘉義有這個最陰森大樓 是二十層樓電梯大樓 台北呢 這個社區大樓 先講這建築物 其實從外觀看就覺得不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很複雜 它是一個走進去很多天井 天井又圍著很多走道 這樣一切割 就有一種好像走在田字形 如夢境般走不出來的 無法逃離的感覺 這是建築物本身的結構的問題 但是它到底會讓 讓人家覺得陰森 你知道嗎 嘉義剛剛那個是奪走了 後面五條 加兇殺案一條是六條 它是三十幾條 這裡頭不是只有意外 墜樓輕聲等等的 它還有兇殺 情殺命案 好 那我們先來講 2004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有一個 因為那時候我正在跑 我這個案子 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有一個70歲的老婦人 這個老婦人 她裸屍層屍在電梯警 我要問 我當時我們在跑的時候 就要問 這個老婦人 你為什麼會是 在電梯警乘屍 你是怎麼去那兒的 你是失足呢 還是什麼原因 第二 那你為什麼會裸呢 會身上沒有衣服 好 我們當時假設一種情形 這老婦人 先不問為何乘屍電梯警 先問沒有衣服 掉下去 結果被電梯勾到衣服就 沒了 被勾掉了 我知道這樣講 其實就已經覺得很難了 你知道嗎 在電梯警裡頭 又沒有發現衣服的碎片 好 很奇怪對不對 那我再來講 你知道其實1988年 曾經有一個知名的大導演 就跑去那邊 因為這棟建築物的造型很特別 還有我剛才說 他的感應很特別 就去拍片 結果沒想到拍片 拍片的人在裡頭 就遇到了 當時有人在裡頭親身 好 那接下來到了2008年也發生一起 這也是我在跑的時候有遇到的 一個男的 那怨念之深 不知道他有什麼不如意 他竟然頭戴著塑膠套 然後從頂樓挑樓親身 有沒有聽到 不管是天井也好 或者是頂樓也好 這種大樓的建築物 本身有存在一些石角 好 那我跟各位講 石角沒關係 派出所作證嘛 治安的石角也好 公安的石角有派出所作證 就派出所作證在樓下 那應該就會平靜些吧 你知道那個派出所我們去過 他本來他的偵訊室 不是偵訊室 是警察的寢室 為什麼被改成偵訊室 是不夠用嗎 不是 是因為那警察 私底下就跟我們講 他說本來是當寢室 但是那個地方 其實並不會很涼 可是很奇怪 他們每次進到寢室 就特別的陰涼 然後還有警察在裡頭睡覺 輪班的時候睡覺 起來 明明我剛剛 我本來我的頭跟腳 是這樣的方向 可是我醒來的時候 變成這樣的方向 轉了180度 不是 那個床 你是沒有辦法180度轉的 除非有人整個幫你抱起來 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 整個轉180度 然後又涼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那個地方 改成偵訊室 其他我就不多說 大家應該知道為何要改 此外還有就是 有一個女的 在那個地方 就跟這個派出所 產生了詭異的連結 那個女的說 她當時跟她男朋友去那邊買鞋 買著買著 大家聽喔 是買著買著 不是在那買鞋 是買著買著 她就很想走進這棟大樓 然後走進去之後 她就很想走去頂樓 然後很想走去頂樓之後 她就很想往下跳 當然警察派出所就在那 就去救 然後警察問她 你怎麼有這麼多走著走著 就很想什麼點點點 沒有啊 因為下面很多人跟著我講 跳 跳 好 那還有一個呢 是2014 2016 2019 我這樣講一路講下來 是不是講到去年了 好 這棟大樓的管委會 現在也做了很多的更新 外表的外牆拉皮 然後頂樓鎖起來 死角 天井射網 希望能夠有新的氣象 我們看到現在 端午連續假期才剛過完 可是你如果注意 這端午四天的假期當中 因為天氣太熱 許多人都到西邊去吸水 可是每天好像都有一些 溺水的事件出現 說實在話 現在天氣熱了 到西邊吸水 你可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冥冥之中 常常會有些怪東西 在旁邊看著你 沒錯 這兩天就傳出來一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在苗栗竹南 有一個39歲的陳姓男子 跟他的爸爸 這幾天不是大熱天嗎 他們晚上大半夜的時候 跑到了這個龍森湖畔 那龍森湖畔對面 他的旁邊剛好是一個龍湖宮 那這個時候 陳姓男子就提議跟爸爸說 天氣好熱 我要下水去游泳 那不如爸爸你就散步走到那個 湖畔對面的這個龍湖宮 等我們在那邊會合 結果這個男子就下去游了 游著游著 大半天不見蹤影 爸爸想說 不妙了 趕快報警 早也找不到 當天晚上漏夜搜尋 就是在附近 報出在湖邊 在湖底都找不到 隔天一大早 救難人員還是想辦法 派出潛水的人員潛到了湖底 終於在湖底的淤泥湖床 找到了這個已經斷了氣的 陳姓男子了 但是講到龍昇湖還有龍湖宮 龍湖宮真的是在20年前 有全盛時宜 那時候是台灣的墮胎潮 有2000多名的 英靈供奉的這個牌位 然後甚至在這個 現在一年大概是2000多個 那時候是一個月就有這樣 這麼多人 大部分都是女學生 跟一些風月場所的女郎 曾經發生過一個靈異事件 是友台的直劇場 在拍攝這個積木之家的 靈異系列的這個劇的時候 當時藝人施藝男跟這個 林芷熙所出演的一對夫妻 他們在演 因為他積木之家是在講 一對夫妻因為離婚 一對因為婚姻裡面的流產 然後這個幸福的家庭 就像積木一樣崩壞了 然後當時在劇組裡面 有一個指導的法師 他那時候就在講說 當你們兩夫妻 就是施藝男跟林芷熙 他們演的這個夫妻 在圖上有畫畫的那個時候 有一個長髮林芷熙 就在中間在旁邊看 嚇得劇組人員這個雞皮疙瘩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在劇中飾演施藝男的 國總統有王世安 就是在裡面他的藝人叫曾紹忠 他當時在幫那個劇組拍一些紀錄 還有要放上那個臉書粉絲團 去宣傳的時候 他拍了一些工作片段 放上網之後就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在那個片段當中 遺失這個窗屋旁邊 有一個人頭在你知道嗎 然後當下曾紹忠 也在臉書粉絲團回應 說劇組在拍的時候 也有拍那個積木 要掉下來的一段那個畫面 結果根本完全現場沒有封 也沒有人走過去 沒有想到積木就直接啪 就直接倒下來 嚇壞了工作人員 但是最詭異的是 是拍戲的時候 因為那個淋寧的排位 都是供奉在地下室 這個時候就發生在導演身上 據說導演在收工拍完之後 拎著包包從地下室 要走廟廊的地下室 要走樓梯上來一樓的時候 感覺上包包後面他沒人 他已經是最後一個要撤離現場了 包包這樣子突然往後 他差點往後仰 包包有人往後拉 他覺得莫名其妙的 這一段經歷跟大家講 大家聽了都毛骨悚 還說好險已經拍完了 但是類似這樣的一個英靈 或者是這種超自然的現象 其實也發生在一樁凶殺案上 記不記得11年前 曾經發生過全國社會 相當震驚的一個 新北市的板橋 有一個這個婦人 因為懷疑自己的這個生的小孩 不確定說是情夫小王的種 還是他先生的這個種 所以在小孩才出生 四五個月的時候 卻得了重度瘤癒症 然後還把他的這個小孩 用這個水果刀猛撤51刀 就這樣殺了 然後當然最後這個他也被抓了 然後抓了之後他也承認說 他這個是他講的這個原因 最後法官法院在相驗的時候 也確定說其實這個小孩子 男嬰是確定他跟他先生 生下來的不是情夫 也讓他非常懊悔 但是沒辦法 還是要判無期徒刑 入奸服刑 後來最後判入奸服刑 大概七八年的這個過程當中 很奇怪 在這個監獄牢房銅球的時候 他會要求他的育幼 亂一個位置 育幼就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 他說要給他的小孩睡 嚇得育幼膽戰心驚了 晚上都睡不著覺 而且他經常會換球室 結果就有不同的育幼講說 他晚上會在那邊自言自語 而且當他只要一不在的時候 那個球室裡面 你明明就是空的一個 說讓一個小床位給他睡 就傳出嬰兒的哭聲 他育幼在受不了跟育幼反應 一直到育幼把這個婦人 換了一個這個球室 讓他變成獨居之後 這個靈異的現象 才終於落幕沒有出現了 對於沒有來說 человека 比如說 他